准备去买菜 看看冰箱里还剩点啥 葱姜我记得都有了 哎呦这个冬瓜上次 这一截还剩这么一半才知道 看看这个冬瓜 都吃了两顿了 还有这么多 这边还有一袋 这个颜色都有点变了 烂还没烂 吃能吃的 如果再不吃的话 肯定要烂掉的 你知道 今天不行我们大冬瓜 给它烧吃掉好了 再不烧 估计要烂掉了 烧掉吧 冬瓜也好吃的 其实我小时候是不爱吃冬瓜的 但是长大以后 特别爱吃这个冬瓜 今天我们去买点荤菜 大一样 炖上一锅 排骨呢 这两块排骨 这种子排最好的排骨 最好的 就这个呢 前脚肉排骨 那个多少钱 930 45看 稍微整一点看 这个 大一点 哎对 整一点 太碎了也不好看 对 再来买豆腐 这里好像就一家卖豆腐的 怎么卖的 一块钱一颗 刷个四颗吧 现在这种小豆腐的 以前是那宽宽的那个 这个豆腐摸到手上还是热的 再买个韭菜或者韭黄炒蛋的 韭菜没有是吧 韭黄炒蛋好了 韭黄它就把里面有烂的 没有 没有 韭黄可以 上面的也好的 它要给我好的 哈哈哈 我的脑子 上面那个也好的 老铁来了 韭黄炒肉丝也很香的 嗯 好够够够够 可以 6块5好了 好 菜买好了 大家我是老田 用豆腐冬瓜跟这个排骨炖子 韭黄炒个鸡蛋就可以了 排骨先给它冲洗一下 然后我们冷水下锅 先给它焯个水 放一点葱姜 黄酒 这一块大冬瓜 我们全部给它处理掉 今天全部用掉 皮给它削下来 然后里面这个呢 也这样给它削掉 就成一块这个全部是漏了 水开 上面一层这个浮沫 稍微打一下 然后再给它捞出来 用热水一个一个给它洗干净 锅里放一点油 油了放一点生姜 先爆一下 再放入排骨 排骨炒干上面的水汽炖出来以后更香 而且它炖出来的汤更加浓来一些 大家看到没有 表皮有点微焦就可以了 放一点黄酒 有姜味冲出来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加开水 放一个冲结在里面 给它干缆锅干 先用大火把它烧开 汤烧浓白了以后 让它小火煮半小时 处理好的冬瓜 再稍微冲洗一下 酒房再给它泡洗一下 一个个都剪得很干净了 先把这个冬瓜给它切一下 大概就是半公分左右的这个厚度 酒房切成五公分左右的这个长段 最后就是把这个豆腐给它切一下 我们直接切成这个片 大概一公分厚的这个片 再准备一口锅 加点油 给它火呢稍微调小一点 我们先把这个豆腐啊 下锅煎一下 分两锅煎 一锅煎不下 煎过的豆腐呢更香一些 给它转弄一下 受热均匀 这个豆腐不用煎的太坏 大家看到没有 它这个在里面滑的比较顺畅的时候 就差不多了啊 然后呢我们给它翻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两边这个煎一下 这个如果煎的太老以后啊 豆腐会发硬 反倒不好吃的 大家看到这个表面没有 金黄金黄的 然后再煎一下 留底油下入葱蒜 稍微呢给它爆出这个香味 然后放入这个冬瓜 火开得有点大 冬瓜要给它提前煸一下才香 然后再炖 炒一下以后呢我们放点盐 先多个底味 这个不需要加水炒啊 等下那个直接锅里一起炖就可以了 排骨也炖的差不多了 大家看这个汤汁炖的是够浓吧 葱姜我们先给它都减干净 然后这个汤呢我们也给它稍微调个味 再搁点胡椒粉就可以 再把骨头汤给它倒到砂锅里面来包 然后再把炒好的这个冬瓜一起倒进去 直接炒一下然后再炖 更好吃一些 再把这个豆腐给它放在上面 大家看到没 这豆腐煎得是精华 这样一层薄薄的盖摆在上面 更容易入味离堆在一起啊 给它盖上这个砂锅盖 我们调成微小火 再包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锅里再加一点油 油温要给它烧的高高点 准备三个鸡蛋 定型就盛出来 下入酒黄 酒黄是很容易熟的啊 稍微翻炒一下就可以 下入鸡蛋 少淋一点点水 放点盐 火给它开到最大 把这个鸡蛋给它锅散 这个啊 有热度 它上桌之前啊 这个酒黄在盘子里面 它还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所以都不能炒过头 在这个里面呢 炒的差不多 我们就直接出锅 差不多了 这个汤汁都漫出来了 太满了今天 满满一大盆啊 今天这个里面全是骨头汤 一点水都没加 哇 后面豆腐啊 豆腐煎过了之后 很香 如果是果然成蛋液煎更香 闻起来就 先给你搞个豆腐 这豆腐好吃的 冬瓜给你搞个 你尝尝看冬瓜怎么样 先炒后对 用这个 骨头汤 今天放了多少分慢的 剩下的冬瓜我全部给它烧掉了 嗯 这豆腐炸肉挺好吃的 哇 够吗 这冬瓜骨上料 马上也要炸 挺入味的 这个面面的 就是太烫了 刚刚上桌 脆脆 凉一来再吃 下面就是那个骨头 这个先炒出来 没事了 这个呢 我完全尝得很香 下面这个呢 这排骨的 来 往过来 嗯 那肉多 那吃啊 这么大一块 来 这肉多了给你吃 这个豆腐外表金黄 外表煎过了以后 中间还是比较嫩的 西满的汤汁很好吃 而且西满的这个骨头汤里面 就是说里面 你不放冬瓜 放点白菜粉丝也是可以的 但是冬瓜特别大的汁很好吃 很香 来 再吃一个 这个豆腐煎过了 特别好吃 正好 一块漏骨头 这个硬头倒能够在后面 还吹骨子 这汤里面全都辛苦 嗯 这是拍子汤的 啊 鲜 不过炒过了 香气香 脆骨要红了 还有点点 给干掉 这个骨黄 它挺香的 豆腐 这个菜 大家在烧热之后 也可以放酱油 但是 也可以放在酱油里面不清爽 放酱油以后呢 味道更重一些 更鲜一些 这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支持